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六七十年代對於我來說是一個又陌生又又親切感的年代 我的爸爸媽媽就在這個粉漲的時代成長 每一次爸爸叔父公佈他們的嚇華家常 細說而是趣事的時候 我總會好奇地參與其中 每一次都聽到出神 記得有一天是我們家族的聚會 他們一邊行山一邊細算從前 我指著山下的壽木屏屋村好奇地問 媽媽 這裡是你們之前住過的地方 當時你們的生活是怎樣的 媽媽嘆了一口氣說 唉 當時生活非常艱苦 子女又多又有胃口奔馳 可以給家人溫暖已經很滿足了 對於當時的人來說 醫、食、住、行、多車次分離的 誰會去講究呢 爺爺說 當時呀 在內地發生嚴重的饑荒 我們都好像現在的歐洲男人一樣 爺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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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爺 越過中英邊境 最後來到山上面 就由時起木屋來基住 白手興家 媽媽說 當時我們最怕火中 後來我們這一邊 真是發生了一場大火 政府就興建了一些 叫曬自區的火屋來安置我們 這個都算是不幸之中的大幸 爸爸說 是呀 我們終於有啞傘頭了 不用再怕風吹雨打 都可以算是會在天堂的 當時的曬自區有七層高 廁所和浴室是共用的 一家八、九行 逼在百多尺的房屋裡面 每個人家都會有一至兩張碌架床 摺桌、摺椅、五桶櫃、梵布床 善用僅有的空間 二叔說 爺爺爺還是設計大師 他在街上撿些爛木頭 就可以做出各種各樣的玩意 當時他做的木馬 還是村裏小朋友的陰物 二姑姑說 不过我们年纪最小 一放学就会拿着一些玩意 聚集在中间楼梯玩 例如公仔子 煮饭仔 跳杖筋 想起都刺激 拉叔说 我们男生最喜欢就是去到沙地场踢球的了 虽然穿着白饭鱼 没有球鞋穿 随时都被人踢到皮开肉烂 但是我们是热血男儿来的嘛 流血不流泪啊 三姑姑又说 记得旁边屋的蛇仔鸣 还是你最佳拍档 当时的邻居就好像一家样 手望伤了 我们有时不记得带锁匙 妈妈又回去了送货 不在家 他们都会耳不容时地看着我们 想起来 我都很想念那些年的老朋友 妈妈说 哎呦 人都是旧时的好 那时的人 人情不是很浓口的 爸爸说 身于疫境之中 人往往是能够自强不息 努力求全 不同时代的人 所追求的事物 或者不尽相同 但是唯一相同的就是 大家都努力建立 维系自己的家 希望安居乐业 乐罪天伦 生活就是这么简单的啦 他们讲下讲下 我都听得准准乐道 心想 祖父母他们的努力 辛勤 和对子女的爱 成就了我们今天的家 现在生活资源富裕 我……我…… 但我总是因为欠了些什么的 是NDC的情感 或是和周共祭 搜罐相助的人情味呢 谢谢大家